小胡子看了你好多视频没看到你说卡罗拉 我想问卡罗拉1.2T够用吗 和大众朗逸对比哪个更知道入手 谢谢 我想问一下粉丝朋友和老铁啊 如果让你选择你会选择大众朗逸 还是说卡罗拉1.2T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或者是弹幕 有没有买过开过在两款车里小伙伴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帮助帮助他给他提个建议 谢谢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谢谢 首先我要说一下 这两款车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虽然都卖四多万块钱 但是差距是很明显的 大家不要选错了 我们赚钱都不容易 是不是 尤其是四多万的小车 买完之后后悔来不及啊 是不是 那我们就分一下这两款车的三大件 哪个用起来更靠谱省心耐用 并且呢驾驶感受好一点 还省油一点 先说一下这个丰田卡罗拉 它是基于丰田的TNGA 天天打造的 有啊辅助驾驶系统 但达不到L2级 那还是不错的啊 这个车能给你 一个日系车嘛 非常能精打续算 能给你这个已经不错了 那么它有1.5升的三缸机 我是不建议大家购买的 这点这个可以pass掉了 这个兄弟也说了 他说的是1.2T 它是个四缸机 然后呢还有个1.8升的油电混合 油电混合呢也可以购买 也可以 日本的这个丰田的这个混合动力技术呢 还是比较牛的 已经发展到三变系统 已经发展到第四代了 很靠谱 很牛的 很牛的一个技术就是动力分辨器 动力分辨器呢 这是个技术核心 就是我什么时候用发动机 我什么时候用电动机 并且来回切换处 别让它产生这个动力这个顿挫 这个技术很牛的 表面一说很简单 其实工作起来很复杂的 那么我们话说回来 上就上这1.2T 它这个1.8升嘛 它不是新能源啊 它只是能挂蓝牌 挂不了绿牌啊 它没有外部插的电源 我说一下 这个1.2T呢 无能夹发动机呢 呃 售价是12万到13万多 13万5吧 又会完 但是分地区啊 必须 扭矩185 马力是116 匹配了一个模拟 10档的CVT变数箱 前麦风讯读的行挂 后面是异形多灵感读的行挂 当然了 这是普通的冲牙式的一种行挂 它不可能是给你这个 好的行挂的 铁行挂 不可能给你铝合金材质的行挂 也是用的普通的橡胶秤套 这个级别很正常 咱没啥可挑的 但是卡罗拉呀 它这个气囊的配置还挺高的 除了有头部的 呃 膝部的 还有这个侧部的 还有一个是副驾驶的 气垫式气囊 啊 这个就在有个雷克萨斯车上也用 可惜的是什么呢 它只有这个倒车影像 没有倒车雷达 需要你后面去这个 自己花钱去装 打错呢 后装的东西吧 它没有原厂的质量好 而且后装的一个小方头 瞅得挺变了 挺难看的 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虽然是价钱的没多少钱 几百块 但是我认为没有原厂的这个质量好 也就是说这个意思 当然了 这样的小车 它肯定是有优点和缺点的 这个其实也无所谓了 有个倒车影像也可以 我们在说 我们再说一下大众朗逸 它是基于大众的MQB平台打造 属于这个 咱们中国的这个特供车型 卖的也是非常好的 口碑也不错 全系都没有这个辅助驾驶啊 这点不如卡罗拉 动力上呢 有1.5升的自然吸气 还有这个1.4T的涡轮增压 建议呢 上就上的1.5升这个 它更靠谱耐用一些 省心 耐用 省油 为什么1.4T我不建议呢 别看它动力好 但是啊 它是一个 它匹配了一个 干丝的双离合变速箱 1.4T发动机 没有毛病 但是问题出在 它这个7档的干丝双离合 如果能给个4.4的就好了 干丝 特别是堵车的时候 在4里开车的时候 容易高温 如果你经常跑高速 跑长途 它没人散热好 所以说 干丝的它散热不好 我不建议大家够忙 容易出毛病 顿挫 异想 容易出毛病 所以说 它没有1.5升的靠谱 而且保养还便宜 这个1.5升的 匹配是 爱信第三代 6AT变速箱 所以说 要比它这个7档的 干丝双离合 或者是4.4都要靠谱很多 10多万的车嘛 咱必须要摆 扇纳件 靠谱 放在第一位 别的都免谈 咱认可 不要1.4的动力 咱得要个稳定性 对吧 1.5升 自然吸引发动机 扭矩是145 马力是113 比这个卡罗拉呀 小一些 扭矩少了20 马力也少了 七八个 六七个马力 但实际开起来呢 也是未未能感觉到的 前麦佛性独立形刮 后面是扭力量 非独立形刮 后面没给独立形刮 这点有点不太厚道了 因为通工减料了 而卡罗拉呢 前面是麦佛性独立形刮 后面是个 异形多连杆独立形刮 怎么也是个独立形刮 比你得要厚道一些 也是同样啊 采用的橡胶秤套 但是它全系啊 有倒车雷达 影像的没有 有的高配有 气囊的数量呢 匹配呢 它也没有这个卡罗拉多 可以说配置方面呢 还是这个卡罗拉更好一些 那么我们就对比一下 这两款车的 刹那件 悬挂 底盘哪个更好一些 发动机来讲呢 1.2T这个丰田 这个也可以质量 够用 然后呢 动力虽然小一点啊 质量上也是可以的 朗逸这个1.5升呢 质量也是非常靠谱的 EA211 发动机 非常不错 正常保养不会出任何毛病的 很耐用的 变速箱来讲呢 你这个卡罗拉的 摩托死朗的CVT变速箱 开起来很佛性 它并没有 爱信第三代6T好 所以说变速箱呢 还是这个朗逸的更好 底盘扎实感呢 质感方面呢 还是这个朗逸好一些 悬挂呢 明显之卡罗拉好一些 后面是独立悬挂 所以说它俩各有优点和缺点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 这两款车的驾驶感受 有什么不同 朗逸呢 需要加92号汽油 油耗是7个到9个之间 开起来呢 动力呢 就是说 就是满足家庭使用 没有太好的动力 如果你想超车提速 你只能身踩油门踏板 拉高转速来达到 并且呢 你想超车的时候 你一定要做好提前的预算 它没有那种强烈的爆发力 很肉可以说 动力只是说够用 空间上呢 是绝对能满足家庭需要的 还是挺宽重的 并且偶尔跑长途呢 底盘的自感扎实感呢 学画的支撑还是非常可以的 这点要比卡罗拉好好很多 一个是个男性呢 尽量选择这个老艺 卡罗拉呢 它实际要 也要是加92号汽油 它的油耗呢 是6个到8个 油耗方面呢 要比这个 朗艺稍稍稍稍一点 但朗艺它也不费油 相对比较啊 日系的卡罗拉稍稍稍稍稍稍点 动力上呢 它来也差不多 需要超车居家座的时候啊 它这个卡罗拉呢 由于有涡轮扎的爆发点 要比这个朗艺来得快一些 更犀利一些 但是由于它这个CVT变速箱 也扯后腿 它也好不到哪去 也是会出现 生产油门踏板 发动机干红 它不走的 动力延迟的现象 就是CVT扯后腿 非常适合于 四驱走走停停 因为CVT变速箱嘛 它没有顿唇感 想要顿唇都没有 而且还省油 节油 CVT变速箱 冬天股能保护 太狼熟 它不升档 温度上来之后 才能升档 这也是个缺点 优点就是 省油 而且没有顿唇感 非常适合 四驱走走停停 等红绿灯 非常好 平顺 但是这车呢 买台带孩 女士开很好 上高速就 尽量不要上了 它没有这种扎实感 没有卖这个 朗逸的扎实感 那么稳 底盘的扎实它飘 而且隔音呢 也不好 一般没有这个朗逸好 所以说这两台车 各有优点和缺点 状况实际起来呢 还是说朗逸 要比这个卡罗拉也好一些 如果是家庭用使用的话 空间呢 各个方面表现呢 还有外观呢 它要比这个卡罗拉更大气一些 更庄严一些 并且越做越好看了 就这小一号呢 就像这个帕拉特麦腾一样 越做越漂亮了 而卡罗拉呢 手的比较娇小 适合用女性去开 适合代步更好一些 没有长途需要呢 卡罗拉也行 省油 方式变成像东东用度 那也没有开过 或者买过这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因为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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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